Mamon's Highlight Lip Tint Slag 接下來就是這個Mamon's Highlight Lip Tint Slag 我的色號是9號色 你會看到這個顏色偏橙一點 不知為什麼塗這個Lip Tint的時候 你剛剛塗上嘴就會覺得它很橙 很不配搭自己 但當它融入了唇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這個顏色有多漂亮 我覺得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到 它是一個比較土色系的橙色 就不是螢光橙或很銳色的橙色 看上去就不會過分橙眼 而且它也很搭夏天 你真的除了穿白色衣服 淺色衣服 很銳色的衣服 很隨意的衣服 都會很搭配 它聞起來 是有一股 我覺得是一股失敗的花香味 我覺得有些草青味 和花味夾雜的感覺 總之我這個味道不太討好 它塗上嘴之後 不黏的 它是有點絲絨感 然後它是一個霧面的Tint 不會有光澤感 但也不是死霧面的感覺 它的持久力是不錯的 基本上如果我不去吃東西的話 都不會在我身上 都不會點掉色的 在我身上 而且它是一個霧面液態唇膏 來說 它是非常滋潤的 算 我是不會覺得它顯唇紋 它不會有任何軟軟的感覺 就算你塗了它兩三個小時 你都不會覺得自己的唇唇要裂開的 我覺得它整體都做得不錯的 所以我自己也真的挺喜歡這個唇膏 接著就要說這個是Perry Pera的Lip Teens 它的名字就會叫做Ari Ink Velvet 這個題目說起韓國的開架唇膏 一定要看它 因為無論是韓國 台灣 香港 只要你說在韓國有什麼唇膏一定要買 都一定有人會提這個 我自己對這個都非常之失望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買它 我覺得剛才我以上說的其他唇膏 買完都不用買它 我自己是挺不喜歡這個唇膏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跟剛才Mamon的顏色是差不多 但它再偏自然一點 感覺上都挺漂亮的 其實塗了上去看下去 但一來我很討厭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是非常假的 香料味 而且也挺重 甚至我現在塗完 說了這麼久 我也是覺得那股味揮之不去 所以我自己是不喜歡這股味 而且它塗了上嘴後 我覺得它有一層很厚的東西在嘴上 我都不喜歡 它不會說張緊嘴唇動的時候 有些東西動來動去的感覺 但是它總是有層東西 令到我覺得 嗯... 有點焗促 嘴唇的感覺 但其他它的表現也正正常常的 它乾不乾 我覺得剛才Mamon那一款會比較好 它會比乾一點 但也不嚴重 它也不會顯唇紋 不會卡唇紋 個人喜好 其實這麼多人說喜歡它 我想都有它的原因 只不過我不喜歡它的股味 而且我不喜歡它在我的嘴唇上的感覺 但如果你說持久度 其實... 明不明 我看到個人都說它很持久 很難落 但我身上又不算很難落 我也是用很普通的落妝的 我沒有特意去做眼唇卸妝的 大家都知道 我也是用下妝油一眼抹掉它 我覺得它也不算最難落的一個唇部產品 然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這麼多唇膏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款 就是3CE的 Velvet Lip Tint 這兩支有些少少偷雞在說 它是韓國的牌子 但我是在香港的專櫃買的 都算是今天這麼多唇膏裡面 最貴的那支 就會是港幣129元一支 這兩支顏色是分別淺色少少的 No Better 和深色少少的 Persistence 我自己就喜歡把它們兩個叠拆的 其實它們兩個的顏色 就差不多 真的淺色少少 和再偏紫少少 所以也不算非常咬唇的效果 我就是有點漸變的感覺 我自己就很少這些偏紫色系的唇膏 一來我很怕中毒 二來我自己覺得 我是這麼黃皮膚 如果用紫色 我真的很怕會顯黃 但是這兩支 真的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超級美 我覺得真的一定要買 大家這兩支 它是有一股 焦糖味 還是Vanela 又是 糟了我好像有點臭味 總之就是一種甜品的香味 淡淡的 不會過分濃的 接受到 你塗上咀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股味 但是 好像我這樣講講 已經沒有了 然後它上咀子是一個 非常非常漂亮的絲絨質地 如果你說怕夏天不適合的話 其實這個紫色 也挺適合春夏的 所以我覺得 都可以蓋過了 它的質地不適合夏天的問題 你說冬天就更加適合了 這個絲絨面 真的做得很漂亮 然後你塗上咀子之後 是很多個小時 你都絕對不會覺得乾 然後它絲絨的感覺 會長全 它的持久度也算是中上的 基本上 譬如我吃完飯之後才會補 不然 就會一直都會看到 它的顏色很漂亮 它不會淡了 它一直都會保持這麼漂亮的紫色 然後我想說 都是3CE的 這個叫做LIP LAQUO 它的色號就是Backstage 這個就是我買那兩支Velvet Lip Tint的時候 不知道好像加$89還是$100去買的 我買它的時候 因為覺得自己其實沒有一個很大紅色的唇膏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來 我對它的評價就是一般 我覺得它塗上咀子的時候 好像一支Marker這樣畫上去 我覺得這隻顏色是一個比較死的紅色 它刺癒不了我的嘴唇一個生命 我覺得它真的好像畫公仔填顏色 這樣填上去它不夠油 或者是不太融合到我的嘴唇那裡 它這隻顏色可能真的太深紅了 還有它是今天說的那麼多種唇部產品裡面 最liquid的一個 所以它都很容易黏在牙上 我也覺得可能是擦紅唇膏的人 本身都要注意的一件事 它這個算不算持久 一般 以紅唇膏來說 我覺得它不算持久 我覺得它很快就很容易 放到其他東西 而且你也知道 比如擦紅唇膏 那麼sharp 那麼eye-catching的東西 你其實應該要持久一點 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大家看到一眼 看到你是紅唇膏 但是你過了一會兒之後 你的嘴唇很快就不見了 其實也挺奇怪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就一般 之後就想說這個很可愛的彈簧歌 有近鏡大家看 真的很可愛 它就叫做Lazy & Easy Melting Lip Button 它裡面就是一個這樣按出來的唇膏 一樣都是按出來 收不回去的 我是超級真這個設計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出來 但是它的外觀實在太可愛 所以我忍不住買了它 我覺得這個真的 無論外表和內在 都是很適合小朋友去用的 因為它的顏色也是一個很鮮艷的橙色 其實它已經靠近去到螢光色了 我不知道這樣看起來像不像 也是一個好像有層顏色浮油在你的嘴唇上的感覺 它就不黏的 一點都不黏 有點像一個很多很重顏色的潤唇膏的感覺 可想而知你知道它的持久力一定都很差 基本上你一抹就應該沒有顏色 純粹都是外貌協會 所以如果你喜歡大王歌的話 其實可以去買來收藏 但是如果你說是不是一支好用的唇膏的話 你自己想想吧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十般韓國的唇妝產品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是有用的 或者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